新闻举线 又变了 薪水2000才需要还PTPTN 一等荣誉的豁免也包括了M40学生 五漏偏逢连夜雨啊 这个云顶的股价又中错了 而这次呢就是因为主题乐园发生了变化 新独庙课题升温 砸毁财务又打人 一名校正人员重伤昏迷中 新全会就说 敦马应该颁发地气给全国的新独庙 那敦马就说要严厉惩罚那些资识者 我跟你说这个事件一这样子告诉你之后 你真的是会非常生气那些资识者 来看到这个新独庙的骚乱事件 昨天凌晨不是已经有第一波了吗 我们昨天的新闻线 看到这个画面是非常可怕 又放火啊打人啊 然后这个就是现场血迹斑斑啊 来到昨天晚上就是今天凌晨的时候 整个这个骚乱事件是在升级的 大约两千名的群众 他是直接使用暴力 砸毁消防车还有救护车 已经不是之前是说两匹人马嘛 一匹就是可能外来者 跟这一个保护妙女的那些人 但是现在已经分不出来资识者还是群众 这整堆人这样子就砸毁了这个消防车 救护车导致一名的校正人员是受伤 而且是受众伤的 这起事情发生在凌晨一点多今天凌晨啊 情绪很激烈的群众呢就像在场戒备的 执法和拯救单位 就猛抛东西猛抛物品 那消防车和救护车的挡风玻璃还有车窗都被砸毁了 连车门啊和轮胎都给强行的拆下来 可怕啊 整个场面很混乱 我们看到那个视频我就觉得 急疲惊怎么可以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是 整个视频就看到说群众是纵火烧车 当这个消防车还有救护车要去展开这个灭火行动的时候啊 直接现场的这个群众是用肉体挡着他们的这个去路 导致这个消防人员还有医务人员根本是没有办法继续前进 只好离开现场一直急急后退 在现场还不就是不只是这样 大家情绪应该就是非常激动了 就直接把两名的消诊人员还有这个医务人就是两个人啊 从车里面就是抓出来扯出来在外面打一直打到其中一个人受重伤 也幸好啊现场还有一些民众协助这两个人逃离现场 才没有把这个事情演变的更严重 但是这个受伤者已经是非常严重 是还在这个医院接受治疗了 情绪很激动的这些姿势的人 他们先是放火燃烧停泊在新都庙一带的车子 然后呢他们就组织起来朝着万西地广场的那个方向前进 然后去到那个广场那一边呢还砸碎了广场建筑的玻璃 是很夸张的哦是一般人哦 如果就是你还不知道搞什么就是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主要是跟这个啊 为什么是万西地 万西地其实是这个新都庙土地的拥有者 嗯他们他们现在就是这些新都庙土的信徒 他们觉得是发展商搞的祸 所以他们他们就开始 土地纠纷啊 发一些做出一些很愤怒的举动 然后还好他们去那个广场去砸碎啊 然后去做很多动作之后 凌晨三点一场大雨算是交吸了那些群众的怒火 呃到今天早上八点的时候呢 群众已经散去了 剩下一些部分的信徒和警员 还是驻守在这个新都庙那边的 刚刚说到被打伤的这个消诊人员呢 他是这个肺部受重伤 勒骨的骨是骨折的 那之后就紧急送到医院 接受这个宣妾治疗现在的情况还是非常的危急的 那其实啊根据了解在第一波的骚乱事件发生之后 大批的意义性图是在昨天就展开一个马拉松式的一个接力 在庙宇的范围内就留守 就不要让任何的这个拆庙行动啊再度发生 那警方有派出证报队啊去到场戒备 但可怕的是现场大约七辆的证报车一度被困在人群当中 是进也不行退也不行 就是被困了整整一个小时你知道没有 是证报队的车啊 那这些证报队员也没有办法 因为情绪激动啊大家 他们也没有办法强行闯进去这个庙 就只好被困在里面 现场的人潮实在太多 我们透过照片都可以看得到这个情况 还造成尿雨周围的那些路段呢是大塞车的 导致这个普通LDP大道 就是朝着沙浪方向的路段呢 塞车是非常严重 包括我们刚刚接到一个消息 就是说现场现在哦 那边路段是已经开始封锁了 对担心到晚上 因为已经连续两个晚上都这样 我觉得大家心里面也是怕怕了 那警察总长福姿呢 也在昨天的记者会上有透露哦 在昨天晚上九点的时候 他们估计啊 新东庙一带大约就有2000人聚集了 那警方是派出重兵在现场24小时戒备 避免再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那他同时也劝请大家 包括一些非政府组织啊 政治人物都好 你们不要再发表任何会造成 种族关系紧张的煽动性言论了 另外在骚乱现场一度传来 有一名姿势男子被打死的消息 不过警方最新消息证实是没有人 在这起骚乱当中丧命的 所以驳斥了这个刚才有人被打死的流言 这个流言满天飞啊 新都庙骚乱事件 风声鹤唳 目前呢 警方特种老虎部队 叫做Tiger Platoon 也在现场戒备 如临大敌 根据报道说 来到今天的中午的时候 警方除了是出动震报部队在现场 想要控制秩序呢 还出动了刚才我们所说 就是老虎部队 它是隶属警察普通行动部队 第14营的这个特警 他们到场已经去戒备 尤其是重点驻守在今天凌晨 被大肆破坏的这个One City广场 他们担心可能会有人又再要去那边 做些什么事情 对 要去这个骚乱事件不要再发生了 但其实昨天不是说到那个悲剧 有一名消诊人员昨天晚上 就被殴打重伤嘛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 祖莱达是严厉谴责 知识者的这个行为是很离谱 同时促请警方呢 一定要针对这起事件 展开详细的调查 来对付涉及的知识者 被打伤这个消诊人员 名字叫做莫哈姆阿迪 24岁而已 更令人心酸的是 还原本是在下个月 就会跟未婚妻完婚 现在她的情况是非常的危急啊 我们是看到她的未婚妻 在脸书上面写到 真的是很心酸 她跟她的未婚夫说 她说你很坚强 赶快醒来拜托你 她说我不坚强 我没有办法看到你这样子 哎呦 听了都心寒了 对 非常心酸 她在这个脸书贴文 就要求民众不要去散播 那些不真实的消息 那也说她现在未婚夫 还是安全的 也希望大家给她献上祝福 就希望她早日康复 可以快点清醒 那房地部长主来达也承诺说 会给伤者还有家属 一切必要的协助 就希望帮一下他们 可以帮助他们 真的这个事件的那些知识者 真的应该一个一个全部抓出来 而截至现在看到警方 已经逮捕了21人 值得一提的是 其中三个人呢 就是发展商的职员 就是1CD的职员了 那根据了解 这三个人 协同另外16个嫌犯 就是涉嫌骚乱的嫌犯 今天是被带上法庭去申请延长 扣留以协助调查 无论如何 1CD昨天其实是有站出来 强烈否认说 他们是幕后黑手的 其实不止1CD 还有两个帮派被点名 涉及这一次的骚乱了 其中一个呢 就是武术协会 另一个是非政府组织 吉隆坡红猫 Kuchimera协会 就有报道说 星期天凌晨 硬闯新都没有拆庙的 巫医暴徒 就是来自这两个帮派 还说只要他们 成功占据了新都庙 让整个拆庙的行动 是顺利进行的话呢 那他们每名参与者 都可以获得 300令吉的报酬哦 不过红猫协会 已经通过他们的官方 联署博斥说 没有涉及这样的事件 也说他们的协会 是合法的组织 不曾参与过任何类似的骚乱 他们也要求执法单位 你们就上门来查我们啊 看我们的这些会员的资格 就想要说 我们是清白的 你敢就来查 那既然不是他们 到底是谁呢 没关系 不要担心哦 警方现在已经掌握了 连续两场骚乱事件的 重要线索 会尽快的逮捕首脑 还有完成整个调查的 是周总警长 马资兰今天早上 召开记者会的时候 就警告大家哦 不要再散播 危害社会安宁的言论 也不要随随便便的 听信这个网络上的谣言 大家应该要保持克制 保持冷静的 而国会商议院主席 也是国大党主席 维尼斯瓦兰 他也呼吁民众 今天晚上 不要再聚集 斯里马哈马里 安曼新都庙前面 就让警方 或者是政府部长 和这座庙的理事会们 见一个面 来解决这起风波 是时候真的要解决了 那他也希望 朝野政治人物 不要把这个课题政治化 也同时 这起冲突事故和种族 是没有任何关系 他要强调这一点 那另外掌管宗教事务的 首相署部长 穆扎西呢 他就呼吁大家 保持冷静 希望这个事情 可以和平的解决 还敦促各方 马上停止任何的 挑衅行动的 确实应该和平解决 因为已经看到 一个悲剧发生了 现在受伤的这个 消识人员 还躺在医院里面 只是争死未卜 那另外看到了 掌管国家团结 与社会和谐事务的 首相署部长 瓦塔木迪他就说到 警方在处理 这个百年新都庙骚乱 事件上面的 这个态度是懒散的 而且让人虚妄 其实不只是瓦塔木迪 新都庙信徒也炮轰警方 半功不力 还揭发说 其实他们去年 就已经接到 发展上的恐吓 威胁要收回这块地 但是他们就当时 向警方报案过百次了 都不曾受理 直到前天 这个骚乱爆发之后 警方才出现 来处理这个事情 所以他们就讲 为什么你现在 才行动 才出现 就是有事情发生了 那今天是看到 大约50名的信徒 在庙内召开记者会的 那其中看到 新都庙特别行动小组 组长拉马基呢 他就说到 他们去年就接获 这个威胁啊 等等的时候 几乎每一天 都被对方恐吓 那那个时候呢 他觉得啊 这个对方的行为 就好像流氓一样 那他有说到啊 就是发生骚乱事件的 地点距离警察局 不过三公里而已 但是警方却在 案发之后 两个小时 才善善来时 他觉得 非常质疑 这个警方的办事效率 另外新学会2.0 就写了一封公开信 给首相 敦马哈迪 和雪州大臣阿米鲁丁 就要求马哈迪 不要向巫统的 种族主义 议程低头颁发 应该要颁发地气 给所有国内的新都庙 要一劳的永逸解决这个问题啊 新都会的2.0领袖 乌达雅古马 他在信当中就有说到 其实这座庙历史是很悠久的 所以他就向马哈迪 寻求庇护了 特别是在12月8号 要举行抗议 消除一切形式 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ISER集会 这个集会就要举行了嘛 那他就觉得说 马哈迪 你应该要站出来 保护这个英语社群 还有印度庙这样子 他觉得担心这一个抗议ISER集会 开始之后 举行之后呢 可能会把这个原本的发展课题 可能最后会演变成一个种族课题 觉得他觉得种族议题 不知道会不会升温 所以还是有 可能是有这一方面的担心 所以他就特别提到了 这个抗议ISER 不过这个抗议行动 其实基本上应该不是集会了 之前就说是一个亲领处会 因为已经不签了嘛 那来到最后 关键人物 首相马哈迪 在刚刚傍晚的时候 终于是有说话了 他就强调这起事件 无关种族还有宗教 并且他对骚乱造成财务受损啊 还有执法人员受伤 这些事情感到非常的遗憾 他就下令警方啊 要严密的去掌控这个情况 同时也要稳定当地的局势 而且敦马也已经指示警方 一定要彻查违法的咨识者 让这些人都受到法律的对付 动用暴力始终是不行啊 其实这个新多妙的事件 我们刚刚去讨论一下 这个是因为闹得非常大 但是一个土地纠纷 也不须一宗两宗的事情 确实应该是要去解决 但是怎样的解决 才能才是最好的呢 因为新全会就有提到说 提议啊要求首相 给所有的新多妙地气 可以这样子就可以 一劳永逸的解决所有的问题 你认为呢 那你选择赖的话就觉得 哦这样可行的通啊 就是给了地气 问题就解决了 如果你觉得说一行难啊 就说很容易要做 真的是有点难度的 你可以点选赛 这一个emoticon 两个选项欢迎去到 988的官方WeChat 投选 那在下一段的时候 我们就来聊一下 云顶如果你经常 有去到那边 去玩的话 尤其是去 吹吹风那样子啊 我有发现到说 那一个team park 好像迟迟都还没有完成 对不对 一直延期 本来说这个年尾呢 又说到明年 哎呦原来 原来有原因的 是 回来告诉你 988新闻线 让你今天时事不断线 你好我是湘君 你好我是冠贤 乌漏偏逢连夜雨 你知道这一句话吗 知道 下一句还是那个什么 行传又 航船还是行传 又打头风 这样的东西 到底谁发生 这种乌漏偏逢连夜雨的事件呢 云顶当吧 我直接来帮你回答 好惨啊 因为之前不是刚刚在那个 2019年的财政预算案的时候 不是有涉及到关于那个税务的 对 结果那个财政预算案一爆一出来 他们的这个股价就大跌 结果现在再有另外一件事情 因为金船他们的合作伙伴 叫做 21st Century Fox 对 这个他因为他是拥有 20th Century Fox的这个公司 那他们的这个合作呢 突然间 据说就 零尾抽身 然后那个合作关系突然间切断了 结果他的股价 大跌 我们看到币市的时候啊 猛跌了60仙 报三令吉的 而且在盘中呢 曾经一度是跌破三令吉 然后最低达到 20.93仙 还是全场最大热门呢 真的是非常糟糕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主要是因为这个 云顶呢 他就是在像这个洛杉矶 在洛杉矶向这个 21世纪福祉公司 就是21st Century Fox 这一家公司啦 还有这一家公司的母公司 就是Watt Disney 采取法律行动 要求赔偿取益的 因为经营 这个Disney的 这个Watt Disney公司呢 他们不愿意 跟经营赌场的 云顶大马挂钩 毕竟他们Disney嘛 就是孩子啊 欢乐那种家庭式的 所以他就决定要退出 在云顶那边的 一个合作项目 那云顶原本是 赤资大约104亿令吉 在这个云顶高原 打造一个户外的team park 那个时候 大家都非常是满心期待的 包括会有一座 21世纪福斯主题乐园 不过呢 现在就 这个福斯公司 就被Disney那边收购了 这个事情就是喊停了 对啊 但是虽然云顶之前 不断是在想 会推推推推 推到明年 才正式开张 现在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乐园还开得成吗 其实可能大家都在担心的 OK 那另外呢 有一些担心的事情 就是说这件风波会不会造成 拉曼大学学院的学费涨价呢 哇 因为之前就 真的 双方互相 不再拉扯拉扯来到今天 这个拉扯还没有结束 昨天呢 其实财政部长林冠英 有建议说 让这个拉曼大学学院 直接交给校友会 总会那边去 去管理 结果看到校友会这边是说 我们支持的 拉大校友会的总会会长 叶国皇 他就说到 这个理事会他们一致一决说 要支持推动政教分离 确保拉大在专业人士的独立领导师下 可以登风造极 而财政部长林冠英 因为他是建议这件事情的 他讲 对于这样的一个回应 他觉得很欢迎 很欢迎 他觉得应该就转为民办大专院校 而政府如果在这个拉大 转为民办的大专院校之后呢 就会拨款至少三千万令吉 给学校作为发展开销的用途 嗯 那他其实也是有重选 如果马华真心是 爱希拉大学院的话 就不要让他成为一个夹心者 希望马华可以在五项条件下 放手让民间去接管 这五项条件当然也包括 政治和教育分家 不调涨学费啊 然后就是政府会提供 至少拨款三千万令吉等等 做一个发展开销 其实结果还是发展开销 还不是那个行政开销 对 其实对于这样一个建议 马华总会长 今天亚一旦去国会议员 魏加强 他就说不出奇啊 但是马华不会因此而就是做出一些行动 因为他觉得这是林观音的一个离间计 魏加强又说几个月前西蒙推出希望基金的时候呢 第一个响应捐款呢是拉大校友会耶 但是马华一事归一事 不管我国变天不变天 马华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会要办好教育的 那就质问难道马华的成就都要被否定吗 魏加强还说马华在拉大1968年建校的时候呢 辛苦到全国各地啊 向华社筹款的 反而他觉得林观音你都没有贡献啊 那他也提到马华在50年来都不要求校友回馈什么 但是希望他们能够更东平的对待马华 其实这样子一来一往 我真的觉得学生他可能搞不清楚发生什么事情 只是希望拨款还是不要减少 这个学费依然不要增加这样子 就希望各方可以好好去解决这个问题 达到一个圆满的结果了 接下来这件事情同样跟教育有关了 而这一个教育的事情呢 哎呀这个是优转已经不叫优转了 是转了又转转了又转 应该是在乱尾报转了几圈吧 是为了减轻国家的这个高等教育基金PTPTN 借贷者偿还贷款的负担 为了减轻他们的负担 那教育部副部长张建群呢 就说只有在借贷者的工资达到2000令吉的时候 才会从他们的薪水里面扣除2%或是40令吉来偿还高校贷款的 他今天就是在这个国会回答问题的时候 就有回答就是有这样子说明这个事情了 他就是说到政府会根据借贷者的工资慢慢扣除 一直到最高的就是15%这样子 那政府只会在财务状况允许的时候重新考虑 在落实每个月工资达到4000令吉 才需要偿还PTPTN的这个承诺 当然张念群有说到 之前就说那些考到一级荣誉学位的B40群体的毕业生 就可以获得豁免缴交交这个还这个PTPN嘛 他就说现在连N4D的这些学生呢 也不需要偿还PTPN贷款了 但是那些T20就是那些高收入群体的学生 你还是要还钱的哈 确实跟一开始说的大概又不一样了 第一次说A然后第二次B 然后第三次可能就是介入A跟B的中间这样子啦 大家就希望大家可以开心一些 可是他有提到一个数据哦 政府从今年6月到9月收回了8亿1000多万令吉的这个PTPTN贷款 确实希望可以收回 就毕竟欠价的钱嘛 很多人还是支持说你欠钱一定要还钱 不然以后的人读什么呢 好啦这个也是一个难题啊 现在我今天问的问题就是新都庙 因为占用地段所以引发了冲突嘛 这两天来就是弄得非常的激烈的 那新全会就有要求首相给所有的新都庙地契 这样子就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 你认为呢结果75%就是比较多的人还是比较负面一点 认为说这样子说起来很容易 但是行动就很难 所以他们点选了set这个移谋 毕竟要涉及是非常多的 全国不只是一块地哦 是啊是担心这样子给了之后 其他的庙宇啊其类的 会不会也是有类似的情况就要处理的啦 而25%的觉得 嗯还蛮行得通的啊这个建议 而看到这个拉歪西亚说 第七问题不是这一起事故的导火线 他觉得法治社会里 人们应该要有文明的处理问题 说得很好